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陈苏贤 我是薛鼎泰 在今天台北股市 最后缩盘行情数字之前 我们所看到是上涨68点 当然盘中缓步的电高 尤其早盘马上开始出现这个拉抬 在盘中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过后的行情又该怎么做观察 每天这个是我们这个护盘 真的是我们要给它鼓掌一下 当然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有用 或者一定没用 那么江海区会知道 股市不会一天两天的 现在好像大陆股市又在跳水了 又在跳水 好像快要去破底了 你看大陆股市也都蛮惨的 那你说每一次就是台股这样 就一定这样靠护盘就能够上去 我也不是很相信 我认为答案就快出来 很快就要分出胜负了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也不可能说苹果跌成这样 然后凭盖骨就拼命涨 也不会 待会我们从苹果的技术面来跟大家谈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像今天尾牌好了 因为今天没什么成交量 量很少的话就像台积电 你看就能够 你看才几张就能够拉上来了 才几张就能够拉上来了 不过我还是强调有一些股票 这个都有出货的这个嫌疑 都有出货 譬如说生计股 你看那个中域好了 中域 你看这个今天就破了前低了 你日K线来看今天又破了前低了 然后这个什么 那个浩顶 浩顶盘中是大量在砍 小量在拉 如果你 因为我以前写过一本叫做 主力的出货模式 主力要边拉边出 所以它要大量的砍 然后挤这样拉上 因为你这样你才不会挤得要砍 它用这个模式在做的 因为储力量那么大 你自己想想看 它不叫做边拉边出 就是一定要有买 一定要有买 小量的买 大量的买 这个都是一样 那大家留意这一块 那待会尾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当然你说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你看看 这个 你看苹果不是很差吗 跌了6%多 那你说大力光 其实因为这样 利空出去 这个 这个不合逻辑 因为 我这样讲 苹果已经跌了一大段 然后 借由财报利空再杀一层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大家这边提到过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要再讲一个重点 我说 最近这个财报 因为昨天 苹果在电子盘的时候 才跌大概2.5%而已 那在美国就跌了6.5% 多跌了4% 你看我观察多仔细 我有跟大家讲 他最近这段时间的美国财报是这样 他如果收盘 在公布的时候 像我也跟你说 Intel公布的时候跌了5% 在正规牌的时候跌了9% 9% 你大概加个4%差不多 那今天美国股市盘后在涨 可是没有涨多少 但是今天照理说盘后应该大涨 因为脸书 FB脸书 脸书盘后涨了12% 脸书是全重股 脸书是全重股 可是你看到美国盘后并没有怎么涨 所以不要记望太高 就好像我说的 你要小心的是国际股市的黑天鹅 一只又一只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市场 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市场 那变化怎么样 油价不是拉上来了吗 不是油价就是黑天鹅吗 那为什么油价拉上来 美国股市大跌呢 因为另一个黑天鹅又来了 叫做美国的财报 黑天鹅一只又一只 要来测试 稻穷会不会跌破去年股灾的低点 因为稻穷还没破 S&P500还破 纳斯达克也差一点点都还没破 最近的关键点 你看美国股市的盘后 那个纳斯达克涨29点 那个是脸书就已经占了一大部分了 就占了一大部分了 你要知道我讲了 其他你看都没有涨到 也就是说美股到暴跌之后的盘后是小反弹 台北股市是不是真的这么好 能够就这样大涨上去呢 尤其8000点又到了 8000点很快就到了 今天79了 你最后的卖点就在当下 不要迷糊掉 不要有这种几百亿的成交量 那国安基金就能够一手遮天 如果国家对那么好用的话 中国大陆不会跌成这样 你想想我讲的话 收盘了 麻烦素权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来看一下最后的收盘 最后收盘的话就像在顶开胸所说的 真的是有点小小吓压的力道 来看到收盘上涨了55点 7905点 初步突破7900点整数关卡 在8000的位置的话 到底看的是压力还是有碰触呢 量787亿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了 再回到节目现场 专业让华信投雇总能发掘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 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支付专线02-2392-3988 2392-3988 香蕉的花蕊可以让男性宝剑事半功倍 添加多种营养精华 男性活力宝剑首选 更荣获瑞士发明奖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自在无忧 快搜寻香蕉雄蕊 麦可贝最新力度 1月29 13小时班加西的秘密士兵 1月29 1月29 全项网搜寻 毛雷兮 玛丽菲斯 顺手捐发票救救植物人 上年中奖九千多万 请再支持 创世谢谢 这不是道路 这是征服 这不是驾驭 这是操控乐趣 这不是闲剧路况 更不是恶劣天候 只要紧贴路面 就能放胆超越 这是Odi Quattro Land of Quattro 无尽不知 把握最佳犒赏时机 即可优惠入主 好 马上来看一下 在最后收盘数字里头 就像刚刚所说的定领 上涨了55点 那么7900点初步是站上了 倒是量的部分的话是787亿元 在瞬间排名当中的话 亚洲市场里头的入股 还是有些压力了 那么这黑田的效应 真的是解禁了吗 还是压力就开始而已 最近台北股市真的蛮难操作的 里面有一个方向 里面预告一个方向 你很难操作的 因为这大户都哗哗叫 大户认为会跌 卖一卖 政府已经把你拉上来 那你破卸了 突破的时候 大户想去追 政府已经又倒给 又倒给这些大户 这样玩久了 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这个市场上绝对不是靠户盘的 你想一下 因为全世界的政策都是做多的 你不用觉得很奇怪 好 那么什么样才能够稳定你的军心 为什么还是跟你讲逃命反弹 赶快逃命 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的时间不多了 不要以后每次弄了这六七百亿 那政府来拉台就能够成功 那如果可以了 这个股票上涨就不会有空头了 空头了 来看一下 那么美国股市昨天跌 而且是NASDAQ跌最重 NASDAQ跌最重 这个风险最大 我跟大家讲 NASDAQ跌最重有两个 一个就是苹果 一个就是生计指数 我跟你讲 这个非同小可 我觉得非常好 NASDAQ跌最重居然是 关系全球的 你还记得有一句话叫做 叫做苹果 苹果救了全世界 一只苹果救了 一颗苹果救全世界 现在苹果是这个样 苹果是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为什么大跌 它已经跌了一大段 你说它利空出境 应该涨上来 结果它跌最深 而且收最低 好 那全世界都在跌 都在跌 那因为几个地方 欧洲因为量化宽松 还在准备要宽松 那么日本股市也是准备要宽松 那日本股市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那么央行今天的报告 在27 28号两天 可能到明天才会推出什么 那我不看它推出什么政策 因为根据我们现在的消息面指出 它能够使用的工具已经很少了 你知道那个欧洲 欧洲那个债券 欧洲央行买债券已经买无可买了 那刚好中国遇到这一次的股灾 那中国买了一堆 之前买了一堆欧债 再卖给欧洲央行 你看它在乎这个你看看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买了 没有东西可以买了 最新的报道出来 中国外费存体因为股灾暴跌 然后资金大量撤租 中国外费存体一不见就是 1800亿2000亿美元这样子 一下子就这样子不见了 没有办法 中国为了救他市场需要用到钱 然后就去卖欧洲债券 卖给欧洲央行准备去宽松 你看看这很奇怪 全世界已经不对了 投资朋友 好 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注意看 大家都说油价跌 油价跌所以美股跌 可是为什么油价昨天涨上来 美股还大跌呢 你不觉得是矛盾吗 美股还大跌 原来下一只黑天鹅不是在油价 所以我再讲一遍 突然间人民币几扁 索罗斯说要空他 人民几扁 然后股市大跌 然后中国大伙就很紧张 然后就去付人民币 人民币就回到升值的这一块 小升值这一块 然后叫做灰色的天鹅 对不对 本来是黑天鹅变灰天鹅 然后油价暴跌 股市又大跌 然后油价就要救一下 讨论一下要不要减产 会减产吗 不知道 你不要想太多 好他又谈上 因为跌升就会反弹了 黑天鹅就跑到灰天鹅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说油价涨上来 美股要大涨 没有 第一个黑天鹅跑出来了 就是美国财报 所以你刚刚油价已经涨上来 为什么美股还大跌呢 因为财报的关系 那一样我说过 跌得最重的居然是苹果跟什么 跟生技股 跟生技股 所以你看那个靠顶 盘中大量在杀 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几张就把它买上来 因为主力大股要出回 它要出货 它要出货 好注意一下 好你看那个稻穹运处 指数就开始跌了 都开始跌了 注意这些 注意这些 注意黄金 黄金最近还蛮强的 所以这里在避险 这个也在避险 新的避险会跑到哪里 一个黄金 一个公债指标利率 那日元急升 一定会暂缓 因为大家在看你 日本央行在搞什么鬼 所以现在有点 毁扁的效应 毁扁的效应 那现在 闭眼金在这两个 是黄金跟美国公债 十年公债值利率 就往下掉了 那再来看看 国际股市跌什么 再来看跌什么 苹果 苹果 跌到6.5% 是苹果利空出境 苹果从一百三十几块 跌到了一百块以下 已经进入了熊市了 然后公布财报 再重挫6.5% 再重挫6.5% 那么苹果就利空出境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他说你听好吗 这个说法怎么对呢 他跌了一大段 公布财道跌下来 应该拉上去 急拉上去才对 才叫利空出境 他昨天还说 跌最深 怎么会是利空出境呢 待会你看那个技术面 就知道了 其他都跌得很惨 美国科技股都跌得很惨 请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注意看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暴跌 那中国大陆一定会影响到美国欧洲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乱搞一些 有的没有的 我再强调 我已经讲过 中国股市就是台北股市 12682 那个从800多点 一路到12000多点 然后它会打回原型 后来打回原型 中国股市现在是这样子 不然这个就不合逻辑嘛 同学们你想想我讲的 我以下讲的话 不是我讲 是我们的伟大的真 真民中真主委 这两天要去做立委 他说的 他说台股就是要受到美股 大跌 你受到美股的影响 跟受到陆股的影响 陆股是天天大跌破底 陆股天天大跌破底 这样大家有没有听懂 同学们你注意我跟大家讲的观念 国际股市正在大跌当中 大陆股市又在 又跌了快两%了 又在暴跌了 这全世界股市不对了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轮跌 台北股市在去年五月份先跌 现在有些股票的 事实上现在台北股市是最抗跌的 可是你早跌晚跌 你也要跟着国际股市的趋势 这才是最正确的 你听懂吗 我要听懂 不要被这个迷惑 还有台北股市的期货 这个外汇 这个外资的期货多单 我说过来到两万五千口 来到两万六千多口 因为这两天摩台要结仓 来到两万五千口 两万六千多口以上的时候 再加码的空间就有限了 所以你要注意这一两天 骑乡有一个大幅回挡的回马枪 你要小心 再加上八千点也快看到了 你再涨的空间很有限了 把握最后的逃命反弹 就在今天跟明天这两天 好 麻烦这个指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指数的一个部分 在指数最后的收盘的行情 的确还出现了反弹 其中我们现在看一下台股指数方面 结果谈幅只有0.22个百分点 那么上涨17大点而已 再看到电子指数方面的话 谈幅则是在0.13个百分点 上涨0.4大点 所以在金融指数方面的话 今天算是相对强 谈幅在0.77个百分点 上涨6.6大点 在摩台指数方面 谈幅则是达到了0.31个百分点 上涨0.9大点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除了美国股市之外 我们这一包操盘工具里面 还拥有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当然很多 比如说你看得到 比亚迪亚 昨天大陆股市 都还持续在跌 比亚迪亚 它很熟悉的 它说清华紫光 老是想动我们国家的脑袋 这个跌再跌了 腰斩再腰斩的股价了 这个跌得很重 所以你说中国大陆要马上来并我们 我跟你讲 那个叫什么 那个联发科那些都是对的 那不要让他们病是对的 他们已经快要破底了 那个市值的缩水 他甘过那么多 出来给我们合并 如果没有 没有 突然你注意听 中国大陆的电子 因为慢慢的发展起来 开始在全世界合并 可是中国大陆 因为这一两年涨很多 他们钱再多 其实你现在接下来 中国大陆又可能 因为我刚才从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 那个报导上提到 中国大陆因为 因为有一些股票 钱拿去银行质押 那股价一直跌的话 恐怕会被银行断头 在这种跌下去会 那中国大陆的这一些上市公司 正在酝酿一波 什么你知道吗 苏贤 是 我跟你讲 叫什么 要停牌 它停牌就不会跌 这样懂得意思吗 可是一旦停牌 你要去年那六月中旬 那开始出现这种停牌的时候 又变成流动性的问题 当股市跌的时候 改变的东西更麻烦 你要听我讲 中国大陆因为 因为之前涨太多 那上市公司就把他们的股票 拿去银行职业救急 那股票一路跌 跌到那个临界点 他必须要做动作 不然你再去补一些资产 可是你补不出来因为没有钱 那你只好呢 只好被银行断头 要不断头的话 就是股价比要交易 那股价比要交易 所以中国大陆最近内部 在酝酿一波什么 可能一大堆的股票又要停牌 那停牌又造成流动性问题 那就外资就回来 过来砍港股 砍港股 砍韩股 这个叫恶迅循环 股价不能随便乱跌的 注意一下 中国大陆股市 来看一下 那么一样 这个叫中国石油 昨天就靠中国石油涨2.8%拉上来的 本来昨天是中错了 中国石化 你看我们对这个 中国铁剑 中国中海急运 中国铁剑 中国中车身仿支 有没有 还有那个跟这个 大家股票上很喜欢讲的 以前跟什么 全东交易跟F大地有关系 有没有 这个也跌的 你一直在讲 我们这一直在跌的 都涨到哪里去 格尔申学跟扬申学 四方经浪就是什么 已经停牌了 走到停牌 跟精神资讯有关系 它是精神资讯的子公司 我们这套软体 大家一定要留意 股票上上 全台湾只有我们这套软体 做得这么精致而已 做得这么精致 连国际股市的这些内容 这个内容大家都有 你要注意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看 那么 因为 大陆股市现在又在急杀 那一样 这个是上证二差 这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红买绿脉 有没有 这红买绿脉 来到这边来 上证二差 你看这个上证二差 在36 37的时候 有没有 37的时候就出现卖讯 现在变二十几了 现在变二十四了 你看 这个卖讯你看看 这大家熟悉的嘛 对 你看这个上证二差 你看 这即时盘的 这是即时盘的 你看一路跌下来 你不要乱做 很多 最近上证二差的 成交量在台湾 已经几十万张了 将近十八万张 这不是开玩笑的 大家去都去做多它 那全部套牢 这个融资使用力高 非常高 这个不对 你看它每天破底 几乎是每天在破底 如果你有一套操盘工具 你根本不会傻傻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一点买的样子都没有 你有看到箭头在买吗 没有 它是一路跌 一路跌 一路跌 大家应该要小心 这个 你要有一套很好的工具的话 就是你要 对市场上非常的熟悉 你加上使用 你对中国大陆也非常熟悉 所以你不会去做 乱做这个上证二差的 这个大家了解 这个叫耗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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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底 耗底也是一路跌 你不要以为 今天差一点 差 平低 平低点 平低点 持续再跌 持续再 这耗底 你都很小心 我跟人家 这个危机现在才开始 美国的生技股跌了再跌 一跌跌到两三年来 低一点 你不要以为 这样台北股的生技股 就能够有什么好光景 那自你现在 驾到要弄起来 不知道要怎么出货 你说新政府 扶植这个 这也要好几年 但是我说过 美国生技股 为什么暴跌成这个样子 跟要价有关系 我们之所以给生技股 这么好的本梦比的 就是因为要价 他们可以把要价抬很高 可是现在不一定了 这也不一定了 美国 这个为什么生技股跌成这样 因为他们现在准备要 两党 这个共和党跟民主 准备要在眼下 因为这个 这个美国生技股 这个自乎忌惮 说涨价就涨价 然后他所医事的 我上次跟大家讲 那个游战国叫安静 这个全世界很大的生技 制药新药的药厂 那这涨得乱七八糟的价位 药价涨翻天 结果呢 还暂时的说 因为你们又没有立法 你管我怎么样 共和民主党就听到了 真好 从此 因为这一句话 从此生技股 开春到现在 一路暴跌 因为激怒了美国国会两党 如果给你 就给你 就给你立法 这个对全世界的药价都会影响 生技股不再是本孟比 我已经跟大家讲 就算是耗顶 就算是耗顶 旧事话 算是耗顶 解盲之后 也不值得这个股价 这样你懂意思吗 他不见得赚得比 自行多 平常 自行才两百块左右而已 他达了五六百块 这个要搞清楚 但是你要想的更大的风险 万一 耗顶解盲没有成功呢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操盘工具都很清楚 都很清楚 包括刚才是上证二叉 为什么能够掌握生技股 能够掌握上证二叉 因为你熟悉中国股市的内容 你非常熟悉中国股市的内容 小心 等下两点过后 中国股市又有的沙了 中国股市很麻烦了 中国股市一路跌 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你说会不会影响全世界股市 你捆不捆不捆不捆 来 我说过 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 我们就不要拿那个 之前那个 好了 这是五月八号 我们看空到现在的 五月八号 这是五月八号 看空到现在 当时在一万点附近 一万点附近 你看它现在已经跌成这样 当时在这边看空的 全世界很精彩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美国股市一天大涨 一天大跌 这都是要变盘的现象 问题是要往上变 还是往下变而已 所以我说搞快逃命 为什么 你说老老师 美国股市这样一天大涨 一天大跌 不是要变盘 变盘是往上吗 那我问你一下 这个叫S&P500 请问它往下的机会大 还是往上机会大 它现行破了 它再要去创高的机会很低 因为底下的空间很广 它不是在这里 它不是在这里 它是现行都破了 而且才刚头部行程 请问它是要往下还是往上 就看你了 看你有没有那个智慧 再来看苹果 苹果你看看 苹果你看 头部出来了 它就剩92块 你去到网路上去查 华尔街技术派怎么讲苹果的 只要它破了92块 就是看 你测量一下就在80几 甚至可以看到这个五六十的这一块 这是五六十的这一块 注意哦 五六十这一块 这是很吓人的 你头部都出来了 这是苹果的周线图 它往下的机会 它头部才刚做出来而已 跟以往的这个 这个多头的四都不一样 这个这是N型翻译 就算跌有限 可是这个 这不是三 这个是两尊 两尊头出来 这个不是啊 这是多头的拉回 那技术面要搞清楚 中域也是 要注意 中域也是 中域也是 这个今天差一点破底 差一点破底 那苹果说92块 苹果的日线图 这个92块 这两天 你看它怎么破 破了呢 我说苹果才刚开始要跌而已 红结构 Skywalk已经跌到两年的新低 这个反弹都是卖 你看我们这个空的很漂亮 空补空补来回的做 来回的做 一样哦 大家在讲这个 我们在讲 在拿那个 刚才讲中域 再讲一下浩顶好了 浩顶也是啊 今天啊 平低点 平低点 这个这个越看越像空头的架构 越看越看越像空头的架构 越来越形成 不然动不动来探低 那明天再跌一根就跌穿了 就跌穿了 这个都要注意哦 刚才讲华星光也是一样 华星光也是一样 像这些都是属于空头的标的 空拉高回补 然后测量在这边附近 然后这边震荡整理 那接下来就再下一波的话 你的测量范围就更广了 更广了 这个都是 还有呢 生技股好像蓄复好了 蓄复好像这个也是很奇怪 怎么涨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你都捞不到便宜啦 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 这种非常投机的股票 一样呢 双红也是这样 我说过 双红你该赌一把嘛 赌这个高点不要嘛 这个分盘交易 为什么分盘交易呢 它这段时间又没有涨到 它是涨这一段 为什么今天开始分盘交易 我说过嘛 我就跟大家讲说 它干嘛分盘交易 它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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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星给它大订单 公司派应并没有承认 就莫名其妙要拉一波 可是你知道 每个月的财报不怎么样啊 所以交易所一紧张 就把它分盘交易了 你看看 这个因为有问题嘛 好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放空的标的 我很喜欢空这一档 你就按照技术线 你慢慢空 你要有耐心的空 你看 赚到都是大波段 你有耐心的空 赚到都是大波段 这个还没有结束啦 这个好戏还在后头 这个都还没有来测试这些点 测试这些点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波 震荡者还有另外一波 这就是常见大空头 TPK也是一样 公布财报 还是亏损的啊 你想像我这边做 那这个常见 常见都不知道怎么补啊 一空再空不知道怎么补 最后锐仪也是一样啊 股市不会啊 只有涨不会跌 一样 反弹 它一定会反弹 每次反弹 每次反弹 都是你的卖点跟空点 注意我跟大家讲的 那没有什么时间了啦 这个塑和这个也是要 这两天准备空点又再出现了 跌射那会反弹 第二阶段的空点 马上要浮现了 我还是一句话 投资朋友 你有任何余力 把握这一个好机会 你还有这一两天出货 布局空单 避险单 过往也 你就准备大赚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鼎太胸 鼎太胸 因为在 再三地里给大家 尤其在路股的部分 也是有些回测力量 那么要担心的是 重启性的力道 感谢收看 明天再会